欢迎大家乘搭再见新巴开逢之旅路线H1B History of First Bus 一会我会为大家声音道行 分享沿途有关新巴和附近社区的点点滴滴 考考你们先 知不知道新巴标志的绿色波浪是有什么意思呢 你们细心点看看就会见到有两个英文字母 NW就是新世界New World的简写 还想知多点跟我一起出发啦 下一站金子经广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下一站金子经广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下一站湾仔码头 下一站湾仔码头 下一站在 amazon资草与街排场 下一站新巴川站阻浪停车 下一站新巴在斯科散车ề line 下一站新巴川安全到车厂 下一站新巴川在自首富路标志的绿色 来往小西湾和湾仔 比当时承巴8X号线 更快可以去到铜锣湾 新巴当时看进了 东区走廊快线的吸引力 之后以相近的路线 开办了2X号线 来往沙基湾和湾仔 之后又将原本原电车路的8号线 都改到东区走廊 太古城的前身是太古船奥 在二战前是亚洲区内最大的船奥 在当年为英国远东舰队提供维修的重要基地 同时也促进了香港造船业的快速发展 而太古坊一带以前是太古堂厂 在上世纪20年代 它更加是亚洲区内最大的堂厂 附近也是香港汽水厂的位置 知不知道汽水又为什么被称为荷兰水 据说当年的汽水是由荷兰商船 远尼亚洲 随着汽水市场陆续在香港普及 因此荷兰水这个名字 亦在中华地区发扬光大 直至40年代末 香港汽水厂更获得可口可乐授权 成为香港的突药装瓶商 随着造船业陆续适适媚 在上世纪70年代 仪和集团将太古船奥拆卸重建 并将这一带重新发展 成为港岛区内最大型的住宅屋苑 于是就有现在的太古城了 知不知道位于柴湾创富道的 森巴车厂有什么威水 威水市就多了 占地万三平方米 楼高供七层的森巴车厂 当年只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兴建 在2002年2月正式启用 而车厂的设计容量 每日最高可以为1000部巴士 提供维修和后勤支援 当年森巴车厂拥有最新 最先进的设备 领先巴士业界 例如车厂入口 设有8套快速入油窗 每部巴士返厂的时候 只需要6分钟左右 就可以为巴士补充400公升燃料 足够行驶全日的路程 森巴车厂同时也是森巴的行政办公室 在2003年森巴无公司收购成巴后 两间公司合并和精简部分后勤人手 但在专营权的限制下 很多地方都还需要分开 以森巴和成巴两间公司的名义来运作 直至今年7月1日 森巴和成巴正式合併专业权 未来就以同一个品牌 为香港市民提供更可靠 更高效率的巴士服务 继继继续一致服务传承 下一站成巴柴湾车厂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柴湾校园 下一站成巴柴湾车厂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柴湾校园 下一站啟力工业中心 下一站成巴柴湾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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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适入巴士迷的潮升地 柴湾的地标 同时也见证着适入香港巴士的发展 新巴是1998年9月1日 接办了88条原本由中巴营运的港都路线 新巴开业初期都是遵用中巴的车厂 为当时的400多架巴士入游和维修 直至2002年 我们刚才经过的新巴创富道车厂正式落成 新巴就没再用这个车厂了 而中巴厂也在去年拆设重建 准备发展成住宅及商场 未来将会为柴湾区内带来全新面貌 搜鸡湾巴士总站 是东区早期的三大巴士总站之一 也是区内最具规模的露天巴士总站 在80年代 因应搜建地下铁路港岛线 和东区走廊第二期 政府在桥底建造一个大型的巴士总站 将分散在附近不同的巴士总站集中一起 成为区内的交通树楼 这个总站也是新巴留下不少车厂痕的地方 新巴开办初期 曾经在这里举办过不同的活动 例如新里程新巴 专为香港山顶15号路线而设的超短特艺版本 丹尼时三叉击的新车记者发布会 以及LV30的胜利二营光荣告别旅程 和DM28的 再见我的热狗欢送之旅 而去到今天 我们即将与新巴道别 新巴未来将会与成巴合拼 成为全新专营权 继续一致服务传食 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费广场 香港理工大学红炭站 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费广场 香港理工大学红炭站 刚才我们就去过沙基湾巴士总站 现在转眼来到同样是东区早期的 三大巴士总站之一 北角码头 这里曾经是港岛东的交通书楼 在未有海底隧道和地下铁路之前 港岛东和九龙东的居民 如果要来往两地的话 就要靠杜轮过海 当市民落船之后 就可以在码头直接转巴士去各区 这里曾经是中巴的重要基地 设有大型站长室和休息室 附近更有中巴北角车厂 和中巴员工宿舍 而新巴接手刑办港岛区88条路线后 仍然保留相当有特色的原型站长室 外场更逃上新巴波浪文色彩 但随着北角村一带測舍重建 旧的北角码头巴士总站 亦在时代巨轮下被淘汰 纳入重建范围 取而代之就是全新 在室内的北角码头巴士总站 为乘客提供更好的后车环境 不用好天晒落雨淋了 隧道口向来都是巴士公司冰家必争之地 在东铁线未过海之前 每天上班下班时间 都有大量乘客在这里转乘巴士 来往港岛各区 巴士公司会安排大量加班车 在隧道口接转乘客 这里同时都是全港最繁忙的隧道 所以每天早上都会见到巴士排长浪 城巴102号线和新巴106号线 都是前往维远折销基湾的主要路线 昔日新巴和城巴竞争的年代 前线同事都用帐方法 务求争取最多的乘客 坐自己公司的路线 在新巴无公司收购城巴之后 前线同事的工作模式 由竞争转为合作 昔日的敌人变为同事 能够更加有效尽用资源 为城下提供优质服务 下一站 星光大道 永安广场 下一站 星光大道 永安广场 下一站 星光大道 永安广场 下一站 香港文化中心 香港太空馆 下一站 星光大道 海边 dificATHER 下一站 星光大道 也預算 各人都走了 自由点 and by섯 下一站 星光大道 苏 下一站 星光大道 便利 下一站 天津场 下一站 坪德城attenicia 下一站,單島橋電。 下一站,京東站,Victoria Docks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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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一站,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海洋公園,博良紅醫院,港營醫院。 下一站,京東站,芯 söyle rac fly. 下一站,京東站,晚上粵道收費廣場,海洋公園,博良紅醫院。 當營醫院。 下一站,森巴王鍾康程。 下一站,星巴王鍾康程車場。 當你看到黃竹坑車廠的外牆顏色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會想起什麼? 這個多層式車廠是中巴在1986年興建 一直用到現在 現時主要負責城巴、新巴 在南區的車隊管理和維修 由於當時巴士主要10米或11米長 所以黃竹坑車廠的設計 現時只適合部分車型入廠 進行維修工作 正所謂10年人士忌翻身 巴士廠見證著南區巴士的服務 由中巴轉為新巴 然後再轉由城巴繼續為大家服務 下一站香港仔海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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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開埠初期 香港仔已經是彈家人 即是大家所知的水上人的聚居地 日常以捕魚為生 也是香港漁業發展的重鎮之一 停泊在香港仔一帶的漁船 太白海鮮房 真寶海鮮房等等 都成為香港仔的標誌 過往亦有不少港產片 都在這裏隨景 例如龍珍苦鬥、食神等等 因此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參觀 雖然珍寶海鮮房 在去年前往外地期間沉沒 但仍然存在的太白海鮮房 現在正在進行復修 將會在明年年尾恢復營業 有望再度展現當年光輝 下一站 香港仔魚類揮發市場 Next stop Aberdine Wholesale Fish Market 下一站 香港仔魚類批翻市場 下一站 華富村華樂樓 Next stop 華樂House 華富Estate 下一站 華富村華樂樓 下一站 華富生場 下一站 華富山場 下一站 華富山場 下一站 華富山場 下一站 華富南 華富山場 下一站 華富山場 華富山場 下一站 華富村是全港首個 以市鎮形式規劃的公共屋村 雖然位於港島南區的角落 但屋村已經配備了各項的社區設施 和現在的新市鎮一樣 由於位置較為偏僻 巴士成為居民出入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中巴仍然提供服務的年代 每天在華富南的巴士總站 都可以見到百多人排四號巴士去中環 或者排四十二號巴士出銅鑼灣 在這個由大大個新巴波浪標誌 在外場的巴士總站 其實以前是有個報紙檔的 每天上班的人都會順手買份報紙 隨著華富村重建 人流逐漸減少 而且又少了人看實體報紙 這個報紙檔已經在時代巨輪下被淘汰了 下一站 下一站 華富村華安邏 下一站 下移城 黃富村華安邏 下一站 華利醫院 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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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八周年校園 下一站 下一站 下一站,香港大學百中年校園,香港大學站 香港大學在香港阿納113年 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院校 它是香港第一間大學 也是亞洲最頂尖的大學之一 多年來,培育了不少人才貢獻香港 例如,國父孫中山都是校友之一 校園內,不少建築都保留著歐綠色古典風格 和旁邊因應擴展而興建的現代建築雙影成趣 下一站,中環港澳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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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會經山道天橋下山 在高樓大廈之間,左川右賊 加上比較斜 體驗有點像過山車 大家記得坐穩啦 還要緊握扶手,我們準備下山啦 下一站,中環天星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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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 請離開車廂,拜拜 This is the Terminus Please delight here, see you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 請離開車廂,再見 再見 再見 抵抗 緊張 rapidly 感谢观看